河南水灾死亡人数增加到58人 浸坐多日的郑州京广路隧道 陆续拖出多架车 发现最少四具尸体 有关可为在郑州报导 四公里长的郑州京广快速路隧道 星期二水浸当日 吴先生是其中一个被困司机 他抑制当时水涨得很快 和家人爬出私家车天窗 在沿水管离开 反正我拖下去 头顶是在水里的 我没想到那么少 结果一拖下去的时候 我根本脚都倒不了地 那时候我们就刚刚抓住了桥梁 但仍然有多个人被困隧道 未能够逃生 现在隧道里面 大部分积水已经被抽走 救援人员陆续拖出200多架车 找出多具尸体 身份有待确认 隧道的出口继续封锁 有洒水车清理附近一带的淵泥 至于因为洪水涌入 导致多个人死亡的郑州地铁5号线 公安说发现多一具尸体 等抽走继水之后才能够打捞出来 5号线海滩置站这个出口 目前仍然是关闭 站外摆放着鲜花 悼念今次灌烂中的死难者 郑州停了雨 但洪水引发的灾害陆续浮现 有住宅地基怀疑在水浸中受损 大厦倾斜 居民要疏散 大批私家车被毁 雨大向北移 郑州以北的新乡市 超过128万人受罪 解放军空军出动三架直二十直升机 运送物资给灾民 河碧市一个水库大规模洩洪 其河水位上升 多个阵被洪水淹淨 母线电视机者关口围在郑州报道 2021年麻烦 2215万人 215万人 215万人